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一个道德观 就是说我没先提 可是你们没提 你们都操作成这样了 那我也可以说一说 但是说一说 还是让嘉宾来表态 你原来是跑体育的 财富兄 没做过体育记者 管过体育记者 还有主编 当年新京报提官体育的主编 这一次我觉得你提是没问题的 因为央媒先提了 而清华先找茬 实际上是先找茬 为什么说先找茬 就是年头过去太多了 已经是17年左右都已经过去了 而且中间是有桑兰在诉冤情 在维权 索赔 但后来这几年人家都生孩子了 你想想一个劫瘫到这的人 人家亲心惯恐把孩子生下来 过上了这种很平静的生活 你都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就是很多当事人之类的 就那种证据都已经过了失效期了 我觉得突然间新华社又出一个说 当年不是那么回事 桑兰说教练干扰他了 落地所以什么之类的 你说这时候抖出来一个这玩意儿 你跟八卦小豹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据说是新华社落落大方的说 我们这个是个延续性报道 你们觉得是好像半天一声雷 但实际上桑兰的这个事 我们跟了很多年了 这只不过是好像又发现了一些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 根据桑兰的几个截图 当时这个出事故的几个截图 好像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而且发在了他的这个这个什么 博客上还是什么上 不是他要表达什么我不明白 他是他要表达什么 就是报道的人 他核心是想表达桑兰说了谎 桑兰说我在起跳的时候 有一个罗马尼亚教练 想挪一下垫子 干扰了我的心神 我就给弄了 他就放出这个视频 就是可能包括他写的文章 证明说那罗马尼亚教练在旁边 没动那垫子 所以桑兰17年前说了谎 就把一个十几年前的事 再给扒拉出来 重新捋一遍 不是这事我是这态度 第一呢 就是我们老说一句话 叫做人要厚道 这个事对 他毕竟是为国家 这个很清晰 是吧 为国家去参加竞赛 而且是致残 是高位截瘫 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这个我们必须要厚道的去看这个事 第二呢 说没说谎 我认为不重要 为什么呢 谎和说没说谎 只有个人知道 任何人都不能判断 也许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就是没有人动这个垫子 但是我感觉动了 不代表我说谎 这个特别对 我在高度紧张的时候 有可能有误判 你比如 你比如我这个 比如我上台 有时候处在一种兴奋和紧张的状态 有人跟我说话 我没有听见 我有时候上去以后 我会说 刚才那个男的跟我说什么 人说没男的是个女的 那这个事你认为我在说谎吗 我没有说谎 只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事情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就是有可能你会眼角 你撇到一个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动了 但是在巨大的这个痛苦之后 当时他有时候会幻觉化成现实 说当时确实有个东西 对 而且他说的是在他这个颈椎还是脊椎 颈椎窝地上 脊椎都断了的情况下 颈椎都断了以后 然后恢复以后再去说的这个事 我不认为他是恶意的去编这个狭话 因为我们你不要说这种这个强度的比赛 是世界级强度的比赛 一般人站不上去 你站上去 你甭说你跳起来 你来跑都跑不了 你腿都是软的 对不对 我们平时就是单位过去跟人打个球还紧张呢 你甭说这个事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表示一种同情 如果我们一个不厚道的去追这个事的真伪 已经没有意义 再说这个事你追不出真伪了 而且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当时十几岁的桑兰 他不愿意承认说我自己失误了 我就是找一个说是有可能是干扰了我一下 对于一个受了重伤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看我基本上看到两种 就是一种观点就是讲 说当年的罗马尼亚教练 不但没有挪这个垫子 反而是桑兰摔倒了 他是第一个上去施以援手的 那么这种观点就认为 对好像是对桑兰有些不厚道 但是假如真的桑兰冤枉了这个教练的话 那让人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承受 明明是好心 但是让人家承受着这个不白之冤 说这个难道就公平吗 可是我看到的另一个这个观点 是说什么 实际上你发现没有 这个社会我现在觉得作为咱媒体人 有的时候你都需要想想 现在大家都很爱表态 或者都很关心表态 你看我在网友身上就看得出来 他基本上比如说咱们仨 潘彩夫他哪头的 马尼多他哪头 好像人们现在短评快想知道 到底你是什么态度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世界上有一部分事情 可能不表态为好 就是而且有些事就是这种观点 在哪 我我我还是在环球时报上看来的 就是在一个评论员他就说 他说你看桑兰到后来提起天价就巨额的这个赔偿 在美国那边打官司 听说还过了一个追溯期 对 他说这种事情吧 你就交给法律去解决 我们不是法律的人 对吧 你你你去做太多的道德是非 也没有什么意思 法院交有法律 该有法律裁决的就有法律裁决 你就是你讲他撒谎还是不撒谎 这个是有点道德的这种 而且呢就说桑兰他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 是当年这个算是身残至尖吧 留下灿烂微笑 那么即便过了一些年之后 他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处境 有了一些个感触 或者有了一些个要求的话 那么好像呢 哎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很正常 对吧 你去你去望望家评论 是不是确实也显得有点不厚道 你看我就听这两种针锋相对 而且如果再去追往前真认真点追的话 就刚才你说的 留给世人的灿烂的微笑是真实的吗 因为当时的能在现场报道的 就那一两个媒体 我的理解啊 有人还真是私下给说过说 让桑兰展示给世界你的笑脸和你的坚强 那桑兰当时就那个样子 真的是那么开心吗 我并不觉得他 他当时有多大岁 十五六岁 对啊 对对对 严格说是未成年人 从法律角度上讲 他不承担法律责任 是一个不完全法律责任人 那么在这样一个孩子 完全是一个受保护的状态 我刚才特别同意彩夫说 那个中国人啊 不是中国人 任何一个人出这么大事件 这个事件还不是个人的事件 从体育比赛中 还有国家的荣誉 各种事都压在这个孩子身上 他找一个理由 不管这个理由是不是成立 是不是恍惚看到了 或者什么 我觉得都没必要再去追这种理由了 嗯 对 他的付出的代价 没有一个人愿意付出 对不对 这多大的代价 人是终身的残疾 所以这事 就我觉得很厚道的过去了 除非呢 他真是起诉 就是那中间边发生一档的事 起伏 抚养他 照顾他那个家庭的孩子 性侵了他 就可能会对那个孩子的一生 造成重大影响的这种事情 是需要司法法律去解决 但是后来也确实证明 那个孩子是被冤枉的 不是 这个事情这个你们说的这个事情啊 让我觉得他其实确实涉及到一件事 就说你看你原来也是在报社嘛 对 你说这个新闻媒体啊 他要背负的道德和新闻的报道权 公众的知情权 这事之间是什么关系 比方说他新华社当然也可以认为就是说 那这是不是个新闻 呃 比如说桑兰提起的这个诉讼 或者说桑兰当时对这个出事故原因 他的这个单方面的这个说法 如果有了反正 如果有了反面的证据 那难道我作为一个媒体 我没有义务让公众了解这个最新出现的证据吗 你怎么解释 就是关键的是写这个 像这种报道的 他在之前的一些年头里面是发 也绕进去了一些纠葛里面 就桑兰的这个事情呢 如果真是像马老师所说的啊 让他过去吧 一个小孩就是开始过日子就 也就完了 关键是桑兰后来又有他的一个不靠谱律师 后来又碰见一个跟他结婚的丈夫 那个律师呢 还要给他法律援助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就是就是也包括桑兰自己的一些 我觉得一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 波动啊 因为所以他导致这个事情翻来覆去的 特别的乱 特别的乱 这至少我认为的 就是十几年前罗马尼亚教练的那个事 我们就不要再去追究了 你真的有一个重大的证据证明 比如说我刚才说 那个性侵案的那个东西 是一个假的 或者是一个真的 他出来之后你可以报道 你现在又出来一系列的图片 来证明桑兰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受伤之后说了一个小谎 那我觉得你这新华社作为央媒 你高射炮打这么一个小文字 有这个必要吗 反倒让人怀疑写稿子的记者 他有一个之间的疏愿或者动机 关键他那个说谎是有代价 那个代价太大 就是不称比例的一个代价 如果没有这个事 比如说他拿了金牌了 你今天可以戳穿这件事 对不对 说当年拿金牌不合理 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 说过谎 做过什么事 但你今天不是 是他以此为代价 就是简单的说差点把命丢了 对 如果命丢了呢 这事到终结了 对不对 那不是不能丢命的 再比如说 如果那罗马尼亚教练 到中国来喊冤了 说因为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这后半辈子没法活了 对 我现在出示新证据 那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我也同意 所以你看通过讨论 我们以后能够把握这个分寸 对吧 咱们听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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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桑兰这个我们就到此为止 不准备多说了 对吧 只能是祝福人家 人家有个孩子 对吧 祝福他幸福再多一些 对吧 但是呢 有一种 你看 桑兰也是一个坚持了多少年 申诉的这么一个形象吧 我觉得另有一个是很值得聊的 也就是你们河南 河南老乡啊 有这个 河南老乡有时候出一些人物啊 河南相城有一个李贵英 你知道吗 最近马老师喜欢上他了 这个 你可以看看他照片 这个农妇啊 年现在大概有60了 叫李贵英 追凶17年 你看现在在这个法院门口 你再看下边 这是李贵英 这是他们当年的全家福 你看这是他的 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老公 老公已经被杀死了 不在人世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好 这句说啊 这个在河南相城 那个那个村啊 就17年前 农村里我发现 真是有一些农村的生态 就是他 这个李贵英 可能跟人闲聊天 另一个男的从旁边过 就觉得他在跟老乡说他坏话 说他坏话 拿个砖头 就砸这个李贵英 最后就出来一个 都是姓齐的 他们那村姓齐的多 都是姓齐的 五个 五个兄弟或者童宗 拿着这个刀啊 就来了 砍这个李贵英 然后李贵英 他的老公 拿这个镰刀跑出来 结果哐哐哐 夫妻俩都给捅了 但是后来 李贵英知道 他老公没送到医院 就死了 失血过 都死了 然后呢 报警 说这五个姓齐的 全跑了 一个都没抓着 就 然后这个 派尔所就跟他说 我才知道中国这派尔所 挺有意思 说 你去找线索 你找线索 我们抓 然后这个李贵英 从那开始 就是17年 就这么一个女人呢 跑了全国 说十几个省市 就去找这个贤凶 给 就根据他的线索 已经捉了四个 现在还差一个 马先生 您为什么对这个感谢 我就是 我首先对这个 对这个李贵英 表示敬意 就是一个人能 持之以恒的 去做这件事 而且呢 在中国啊 中国过去有个江湖 两大快事 第一叫报恩 第二叫报仇 对 这仇必须报 他丈夫死了 后来我看到他说啊 就是有时候回来 他养育了五个孩子 还好像是四个孩子 上了大学 是吧 这个太不容易的一个事 咱们今天的人都做不到 我听都听不了 一个妇女啊 你看他打扮的干干净净的啊 就那个精神面貌还很好 追凶 四个都抓住了 现在据说成立专案组 我要帮他把第五个抓到 叫倒查组 对 你你你早年干嘛去了 因为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特别好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到这会儿的时候 都会放 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 发自内心的说法 叫我感谢这个 感谢那个 他不 他说我这个并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呢 就是说 我现在又查就帮助他 帮助谁呢 就帮助这些人跑的人 据说有的身份还改了 谁帮他改的身份 这些人都应该去查的 对不对 一个一个女人 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 能把四个孩子送进大学 五个孩子养大 就这一点 我真的是非常钦佩 我觉得这样的人在中国太少了 我跟我跟马老师 是不是抱的同一个题 我是李贵英 这个一定要说 你们俩都想说说这事 这是我的偶像级别的 这个我看新京报 就是新京报第一个报的 看的时候实际上是掉泪了 因为他说的 我把他的话转换成河南话 说那就是我的家乡话 他的长相实际上跟我的母亲 他们这个中原人是很像的 而且我看所有的关于这个事情的报道 他没有说政府一句 说他们干得不错 或者他们什么之类的 没有 我还是不原谅 我这个事还没完 我一定要追 我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 一个是她自己的这种毅力坚强了不起 另外一个政府对不起她 政府在对不起她的情况下 她还能跟警方合作去找线索 她还能让她的四个孩子上大学 其中三个学法律 说你以后你要学法 你要懂法 你要为我这样的人去办事 就是当这个地方政府和公安局派出所 都对不起她的时候 一个人没有发生很大的错乱 我去报复你 我变得非常非常愤怒 失去理智 她实际上用她的这种非常好的做法 来回报了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你看真是 她就是说 当时说这几个姓齐的 说是她听说 她把她的什么哥哥亲戚都发动起来 把全村在全国外出打工的人 成了她的情报网 说是北到北京 南到海南 东到青岛 西到伊犁 听说那四个 就是说姓齐的跑到新疆去了 她就去找 她孤身一人 多不容易 太不容易 然后到后来就是说 给她得到了一个电话 然后她就把这电话号码给新疆警方 然后新疆警方抓了这个人 就是你讲的这个 你看 她就是说 一个找着线索之后 交给警方 去抓人 二个 她事后也没有说 感谢政府 感谢领导 对 反而她说 当年有一个这个潜逃的这个嫌疑人 这个人又回过老家 回过老家 在老家的派出所啊 她说为她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十几年 她都没找着 因为这个人换了身份 好 当地派出所 当地公安的人 重新登记 重新办身份证 这个人改了名字 改了身份证照片 谁给她办的 现在据说 至少已经查出一个警察 这个 所以现在叫当地警方 这一闹起来 这个新闻一报道 就说叫倒查组 什么叫倒查组啊 就是说要倒着去查 这个当时 呃 这帮助这个嫌疑人逃跑的 包括这个公安局也好 改变身份的 这都等于是帮凶 对 帮凶啊 对啊 这就跟普京 打叙利亚那个ISS的时候 土耳其来了一下子 背后 背后来了一下子 这 我觉得当地有些警察 干的就是土耳其那事 实际上 就是 这个李贵英 他现在做的呀 他难度 实际上远超过古代的 杨三姐之类的 难度太大 因为 我跟你讲 这难度有多大啊 这五个凶犯 你让公安局去抓 如果一个破案小组 全给他抓住 他得容力二等功 三等功的 他得容力功的 对 而且公安 公安机关的人去 去的时候 是有很多很多便利条件的 当地的这个系统的人 都要帮忙的 而且你还是有经费的 你抓人都那么困难 你说你让一个农妇啊 又这边又养活着孩子 又要去追凶 长达17年 不屈不挠的 要把这些人 就是一定要报这个仇 但我看到有一点 我就有 我还有一块愤怒的地方 是哪呢 就是后来抓住 这个判刑屋 死缓 对不对 他不干 他说判他死缓 说他哪里有一个悔意 我心里就平衡了 没有悔意 就在法庭上居然嚷嚷 说等我出来就杀了你 对 那要是 我要是法官 我就判他死判 你都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对不对 你杀了人 你通过17年的沉淀 你应该是冷静下来想 我是不是冲动了 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他还聚集仇恨 我觉得这种聚集仇恨的人 就是 过去就是格杀无论 你知道他为了这个事啊 在他那个村都待不下去了 就说这个农村 因为这几个嫌疑人 也有他们的亲戚 对 这些人就是说你追了我们这17年了 你这个就有完没完 你是不是有毛病 然后呢 他都没法住 他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李贵英啊 他们家装摄像头 他就怕报复他孩子 就是他追凶啊 你就报复他孩子 农村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 因为我从小在村里边 他们发生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因为口诀 他说他坏话了 那种那是一个隐子表象 实际上呢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村 叫什么齐加坡 齐加坡村 他猜他要么全村都姓齐 要么大部分都姓齐 实际上是一个大家族 对 大家族里边 但是很有矛盾 这个矛盾会最重要的啊 我觉得包括超生问题 包括宅基地问题 对 包括就是这种的问题 如果产生矛盾 一辈子就是愁 这解不开的 我们村里边 我小时候就看 一晚上把人家装甲 全给割完了 或者把农药全给下了 实际上有可能就是进门子干的 这个是 他就是那几人怀疑他举报他们超生 当然他们家也五个孩子也超生 他怀疑他举报超生 他还怀疑他们在宅基地上有矛盾 他们就合计着把他们给干了 那个李贵英的丈夫姓齐吗 也姓齐 习什么风 习元德 习元德吧 习元德好像 习元德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就觉得 一个妇女 我们今天没有这种精神 我们哪有这种精神 城市人早就泄了 甭说17年17个月就泄的找不着标了 我看着像电影一样 对 就说当时这个李贵英 牵着五个孩子 就在村里踩在人家门槛上 就是说 我男人死了 可是我还活着 我五个孩子还活着 你们只要能给我提供线索 帮助我逮着 我要给我男人报仇 你们要帮了我的忙 我给你们报恩 我将来孩子长大了 挨家挨户给你们谢恩 我觉得这朗朗有声 这家伙 而且他还关键 还有一个是让我特别惊讶的是 他还有一份小产业来养活这事 就是他什么钉子厂 对 他把这活干 他家里有个机床 做这钉子 一般人这时候就要不然就干这事 这事照顾不了 又把孩子送入大学 又弄个小厂 又有点小资金 就冲出去去干活 太能干了 这人 这就是主席说的好 人怕就怕认真二字 这个人跟你认真 我觉得中国缺少这样的人 而且缺少这样的女 不缺少这样的男人 男人没错 男人没这样的 男人没有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 你看啊 你说这个剧情完全够一个长篇电视剧的剧情吧 但假设没有这个真事 你编出来 所有人都说你是编的 不可能有这事 哪一个人能扛住这种事都扛不住 但生活中真有这种人 有 而且他追完胸以后 就那个照片一出来 我说这人这精神面貌这么灿烂 是我不能想象的 负态 这那种 给我感受是 最后这人都得垮了 没有 你看这人一定长寿 而且呢 就是说那个 你一个人跑到新疆去 一个女的单身女人 说找个男的帮着你 跟你一起去啊 他不 我也是个讲究人 怕人说先话 讲究人是我们河南话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来 财富兄 刚才这个 马老师说 这个精神 这个李国英精神气质很好啊 我看完之后 我也是很感动 因为我看到的更多的是 精神气质不好的 垮掉的 就是他受到了冤情 他去挨个 一级一级的政府去上访 或者说我要去报仇 但他选择的就是 但是被堵了 或者被送回去了 被维稳了 或者他在长期的流离过程中 受尽了人们的就这种欺负啊 艰苦的生活 让他精神就垮掉了 或者这个人呢 真的就是个精神方面 就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有不少上访的 我做记者的时候 跟我联系 说你给我 他其实讲不清楚的 因为他可能脑子 已经有点错乱了 就像李贵英这样的呢 是很佩服 甚至有点神奇 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遍的 但是呢 我插你一句嘴啊 就是有 我觉得你 我们听这个话就警醒 其实支撑他这么多年来的 也有一个恨 就是但是他说 李贵英说啊 有时候怨恨就像滚雪球 开始我是想着跟丈夫伸冤 恨的是那几个凶手 后来去司法部门 跑了很多次 不解决问题 态度冷漠 他们有没有想到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 失去丈夫的女人 于是我就开始对一些部门不满意 再想想那几个凶手逍遥法外 我心里就更难受 在追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让我更加怨恨 我就在心里发誓 一定要把他找到 一定要追究每一个人的责任 你看 他这个越滚 我明白了 那都是这些政府部门的懈怠 导致他去追凶 越滚越大 对啊 这个恨呢 对 但这不叫恨 我认为这种恨呢 我们用个通俗的表述是恨 是吧 就是他恨了这事 不是 这是一个人的对正义的一种追求 我们最怕的是对正义没有追求 是不是应该对正义有追求 对 我们老说 哎 差不多了 反正这事过去了 反正你也抓住几个了 就差不多了 就完了吧 尤其那农村人经常会说 人都死了 我们得照顾活的人 你这老追 你这人算什么呀 这是不讲理的 很多人 而且啊 不是说没有女人软弱的时候 我看着挺心酸的地方 他就是说 2000年除夕 他去要那个钉子钱 走20里路 回来踩着这个大雪 靴子都湿透了 他就想 快到村口 想要是老公还活着 老公会在村口等着接他 于是一个女人就 卧在雪窝子里就哭 我觉得这真是不容易 而且就为了一个承诺 说了我老公当年对我好 我老公到那个窑场 拉砖呢 拉土啊 回来把钱给我啊 他说他信得过我 我为了他信得过我 我给他报仇 应该吧 应该吧 就是他在报恩的同时报仇 或者报仇的同时报恩 他生活的那个环境 实际上是一个 没有法治的一个环境 他在那个环境里边 在保持着 做一件法治的事 这个很厉害 尤其你还说了一个 报恩和报仇啊 我觉得特别有古风 就说我对有恩的人 我一定要报恩 要做到 有仇的人 我要复仇 未必是同态复仇 我未必是杀掉你 对 但我是一定要抓到你 那这个就是说 他内心中 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